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预言,增子杀猪。 增子杀猪 增子的妻子去市场,他的儿子跟在后面哭。 妈妈就说,你回家去,等我回来,杀猪给你吃。 妻子从市场回来,增子要把猪捉来杀了。 妻子制止他说,我和孩子说着玩的。 增子说,孩子不懂事,要向父母学习。 今天你欺骗他,就是教他欺骗。 母亲欺骗孩子,孩子就不信任母亲, 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,就把猪杀了。 这个著名的预言来自韩非子。 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。 增子是孔子的学生,以政治文明。 增子教育我们,要说话算话,讲信用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增子杀猪 增子的妻子去市场,他的儿子跟在后面哭。 妈妈就说,你回家去,等我回来,杀猪给你吃。 妻子从市场回来,增子要把猪捉来杀了。 妻子制止他说,我和孩子说着玩的。 增子说,孩子不懂事,要向父母学习。 今天你欺骗他,就是教他欺骗。 母亲欺骗孩子,孩子就不信任母亲, 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,就把猪杀了。